為什麼今天有一檔股票 盤中拉9%多差一點 漲停板是3131的紅束 就是因為它就是 Cowars先進封裝的 施智誠的最主要的龍頭廠商 那台積電要在美國 亞歷斯桑那廠 AZ廠它要擴產 不只是這個先進製程的部分 先進封裝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不只台灣要擴 美國廠也要擴 歡迎來到股市達人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Amy 市場在我身邊的是 堅持直選金屏股 並且是最能掌握 股市金屏股的 鄭瑞宗分析師 老師好 Amy好 大家好 今天台股大盤 目前最低是在 22,865點 最高目前是 來到了 23,046點 後面尾盤一直在持續拉高當中 那麼個股的部分 今天要來公開 鄭老師分享給投資人的 揚長而去 還有算無一策 所以要鎖定好今天的節目了 如果現在你正在收看 我們股市達人鄭瑞宗老師 YouTube頻道的 請記得要幫我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次最新的通知 然後免費官方Light 一定要加起來 因為鄭老師在盤前盤中 都有最及時的股市訊息要跟你分享 還有很多的好康福利在裡面 畫面上就可以看到我們的QR Code了 可以直接掃起來 那麼聽廣播的聽眾朋友 你可以現在就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在Light ID搜尋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還有收聽飛碟電台每天下午4點半的財經 關鍵晚報股市達人的節目 因為我們節目後都會開放專線電話 還有廣播的專屬限時限量的福利 打電話進來就可以來把握 好後續的大盤會怎麼走呢 還有哪些個股要速速的跟上來呢 馬上來請教國事達人鄭任曾老師 好的 目前我們錄節目的時間 那指數已經翻紅 漲大概有從10點到40幾點 就看台積電查一盤的一個這個空間 那目前已經翻紅了 那早上其實最多跌 116點跌的並不多 但是昨天晚上美股其實表現的沒有很理想 四大指數NASA道球S&P500跟FSN半導體指數 全部都是走跌 所以美國從川普當選完了 那一個川普交易的那一個樂觀情緒 已經開始逐漸的這個消退下來 那市場取而代之的是開始在思考說 川普就是一個關稅人嘛 就揚言要對世界各國啊 什麼中國啊 台灣啊 墨西哥啊 歐洲什麼都想要加關稅 那加關稅勢必造成物價上漲 通膨就會再上來 通膨一再上來 聯準會未來操作降息的空間就會縮小 那對於這個金融市場 它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大家認為就說川普很會做多股市 所以已經大漲一段之後 現在開始區域冷靜 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反倒就是說台股其實 在前幾天沒股漲的時候 台股其實沒有什麼漲 對 反而都跌了嘛 就連續大概這兩三天 三天的時間 我算了一下大概跌了七百點左右 是 那跌這七百點 那其實已經把川普 因為台灣人很怕川普 因為他很不可控 然後他就是對台灣在選前 也發表一些比較不利的一些說法 對 什麼搶了他們的晶片的生意啦 可能要加稅啦 要台灣繳保護費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股市已經先做一個反應了 對 所以當美股真的開始做一個漲多拉回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就止跌了 所以我想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因素 是 那當然主要還是在於台電的部分呢 今天其實也跌不下去 對 早上最低來到1040 那現在已經來到品牌1050 嗯 那麼這個1050的位置 目前 呃 他的月線的位置是在1057 所以其實這個在昨天跟今天 他是掉到月線之下 其實也不多 就差個幾塊錢而已 對 但你很明顯 就是說你看這個今天就這樣說嘛 對 那也跌不下去 台電ADI還是跌的哦 跌1%多嘛 但是你看台電就跌不下去了 對 所以月線以下我的看法是就是說 我認為這邊就放大買進吧 好 越跌你可以越買 嗯 當然它很貴 是 你可以是買個10股20股100股的 我想按照個人的財力做一個 對 好這個這個買進 嗯 那月月線以下越可以買 是 真的不小心哪一天又跌破了這個 1000元的話 嗯 就放大買進吧 是 後面一定會賺錢 好 一定會打賺 嗯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 就是說台電昨天 就總算在上禮報也就提醒 他要召開董事會 對 昨天一些董事會結束了 那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三季他財報承認EPS是賺12.45 這個就是 大家既定的數字 這個就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嗯 然後第三季的現金股利呢 從過去的單季4塊錢調高到4.5元 這算一個小小利多 我當然整起來並不多了 嗯 所以我認為這也不是重點 嗯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他核准了154.8億 折合呃台幣大概5000億啊 的一個資本支出的預算 嗯 好 那這個部分你會 可能你會很confused 就是說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2025年的預算嗎 那今年都300億 而明年怎麼會只有150億 不是 這個不是明年的預算 嗯 這個是 從 11月份 跨到明年第一季的公司 要執行的預算 好 所以從第四季跨到第一季 嗯 那 明年的 他每一季都會召開一次董事會嘛 每一個董事會 都會核准通過 新的一個季度的資本支出 所以他逐季逐季 都會有一個資本支出出現 嗯 所以每一季都會有每一季的數字 那這一次通過是11月份 到明年第一季的一個數字 嗯 所以不是明年一整年 所以大家不要compute 嗯 然後明年一整年的數字 按照慣例 我講了很多次的 會在圓月中的那次法說 會提出一個 focus 一個預測值 嗯 比如說今年 原本就是說 年初的時候說是預估大概 280億到320億嘛 嗯 後來在第三季調稿到 300億到 320億嘛 啊 那 第二季的法說調稿到 300億到320億嘛 嗯 第三次的法說 他就說哦 那大概我們的金融資本支出 就是在300億左右了 好 然後 明年度的資本支出 會在圓月中 那次會提出 好 所以這一個154 4.8億美金的資本支出呢 是 第四季跨明年第一季 的一個數字 不是明年全年的數字 好 然後呢 他同時第四點 他有說 他將發行不高於600億的 一個可轉載 其實就是要 募集一些資金 啊 可能要做一些擴產等等 這個要等他公開說明書出來 才會知道他的一個细項 嗯 那基本上就是他需要錢就對了 是 好 那其中他在這個公告沒有提到的 就是我有透過比較專業人士去了解 嗯 他的董事會 確確實實有討論到 美國A力廠的擴產 啊 就是美國的亞利桑那的一個 這個廠啊 嗯 我就說 這個擴產呢 他一定 會持續的進行下去 因為當川普上來之後 什麼叫做投名狀 水浮傳裡面的投名狀的意義是什麼 啊 這個我解釋給大家聽 嗯 就是說你要加入這個 這個水浮傳就是那個就是土匪嘛 嗯 你要加入水浮傳 你就必須要去砍一個人頭 來當投名狀要表以示忠誠 那當然川普上來之後 你不覺得他有點像黑幫老大 到處要收保護費 就黑幫老大 對 好 那什麼叫保護費 就是說要嘛你付錢嘛 不然的話你就說你要去符合他的需要嘛 那他希望什麼 製造業回歸美國嘛 嗯 所以呢你最好的一個投名狀就是說 亞利桑那廠我已經這個明年 今年12月份那個就準備要完工的典禮了嘛 據說什麼川普跟拜登都有可能邀請去啦 那這個實際狀況不知道 嗯 最好投名狀就是說 跟川普說我要繼續加碼投資 那這就沒有問題啦 因為他是全球最強的半導體製程的公司嘛 對美國的幫助是一等一的 願意在這個美國擴大投資 而且如果說是再來是投資兩奈米的話 那川普是不是很有面子 嗯 所以這個擴大投資是必然的啦 所以昨天的董事會確實有這個討論這一塊喔 是喔那核准的154.8億美金我認為啊 這部分只涵蓋一小部分的 明年的資本支出的新的預算 明年大概整個資本支出的預算 應該會上漢超過350到380億美金 嗯嗯 所以相對的對於其他他的供應鏈 絕對是非常大的力度 嗯 所以呢我今天才會提到 在盤中文章我才會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有一檔股票盤中拉9%多差點 掌停板是3131的紅束 對3131 掌停板是1900 對 盤中最高1895塊 差一檔就要亮燈掌停板 嗯 就是因為它就是Cowars的這個 先進封裝的施製程的最主要的龍頭廠商 是 那台積電要在美國雅力滋桑那廠 AZ廠它要擴產 不只是這個先進製程的部分 先進封裝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不只台灣要擴 美國廠也要擴 嗯 所以這一塊呢 為什麼今天紅束可以大漲 而且不只啊 包含6640的均華 對 今天股價也大漲 對今天也大漲 然後6438的遜德 今天股價也大漲 嗯 或者3551的適合 今天股價也是大漲 是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欸 他的董事會 他只是簡單公告這幾個事項 但其實知道其內涵的 有一些龍頭廠今天股價都上來了 嗯 所以未來我相信就是說 當這一些 就是說台積電自己本身 今天股價也跌不下去嘛 美股好像ADI一直跌 但是你看今天已經拉到平盤了 對 然後相關公共電 剛提到那幾檔股票 他已經先上來了 嗯 就代表就是說 這整個台積電跟其他的 這個相關公共電股票的修正 應該已經差不多了啦 是 當然另外我昨天就提到 已經跟大家講了兩天 台電那個 美國商務部說7奈米以下 要禁止出貨中國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是一個假利空 嗯 它是一個假利空 嗯嗯嗯 真實的情況是台電 有通知特定幾個 有餘地的客戶說暫停出貨 好 那你把一些報告寫一寫出來嘛 證明說你跟華為無關 OK了 我們就繼續出貨 那不然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出貨 這只是特定的廠商 是 並沒有全面的禁令 但是就算真的是全面禁令好了 所有7奈米 所有7奈米以下的中國客戶 嗯 加起來營收可能占5到8%而已 嗯嗯 而 跟AI相關的產品 這個我都是真的請教過專家 中文專家 嗯 營收比重占不到1% 是 占不到1% 所以就算禁令是真的 營收比重都占不到1%的AI相關產品 最獲利的影響是幾乎是微乎其微 可能是零 嗯嗯 而且你要想今天如果說比如說 這個中國客戶這一招不行 他可能會轉向去買就是說比如說NVIDIA或者Intel的降規的AI的產品嗎 那轉去買那邊那你以為找誰代工還是台電 所以繞一圈還是回到台電身上 嗯嗯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是假利空 那你說為什麼股價好像就說真的有跌下來 市場爭相報導好像講的是真的一樣 嗯 其實有一個東西就是說最近你去觀察就是說 外資對於台紫期的金空單在這兩天創了歷史高峰來到五萬一千多口 嗯 我換算了一下這五萬一千多口台紫期的空單 折合 台股市值2436億 哇 兩千多億的空單哦 嗯 空在台紫期的上面哦 嗯 然後最近是不是跌了700點 對 換算跌了3% 嗯 也就是說這兩千多億的市值的起始空單 光是跌了700點他賺了70幾億 好驚人的數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利益嘛 就是說我空南壓山那一邊 嗯 我炒作一個其實對台積電的獲利影響 連一%都不到的一個假的利空 嗯 指數確實就下來了嘛 是 結果人家你看人家那一邊就賺了七億幾億去啦 嗯 誰管你這個利空是真是假 反正就是炒作一下嘛 嗯 結果那邊的利益是這麼龐大啊 所以股市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很多大家看不到大家不懂的地方 你會想說影響那麼小 為什麼其實 為什麼媒體一直爆一直爆 因為其實我相信很多的國外的一些資金 他就希望這個消息可以發酵一下 嗯 那台電其實跌了大概從1090跌到1040 也就跌50塊錢而已 指數跌700點人家賺翻啦 嗯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嗯 其實對台電是沒有影響的 是 資本支出持續擴大當中啊 嗯 所以這些台電跟供應鏈的股票 我認為在壓有限 嗯 那 跌不下去之後很快就要大漲 是 所以比如說你看台電 之前跌到888就拉到1025 對 然後後來跌到957就拉到1100 這次跌到996有沒有底部越墊越高 對 那1100還沒過 但這一次拉上來過程 連續七根的紅棒這非常強勁啦 是 所以現在跌下來到這邊1040其實也跌不下去 我說月限以下都是買點 是 越下去你可以越買 好 真的不想跌破一千就用力買 是 我不敢跟你講說什麼賣房子去壓房子去買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你買一個 你沒有壓力的一個部位 是 後面創新高的過程你會賺得很開心 好技巧都告訴你了 嗯 然後紅素的部分 台積電要擴AZ場這是非常明確的 是 所以今天股價漲了9% 9.5%嘛 嗯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一個這個領頭羊 是 那大量今天股價雖然拉回 但10月零收是成長16.4% 連續6個月成長 對 COVID出貨第四季持續的暢望 明年要成長3倍 嗯 我相信這個拉回也都是一個白點 好 那有威科 這個10月零收成長29.5% 是 新科 10月零收是小小掉0.75% 明年在FOP的設備 都會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成長 嗯 所以你看今天股價其實也都跌 也不太下去 對 就跌一點點 有威科 就跌一點點 嗯 然後3663的新科其實也就跌一點點 那其實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等待一個氛圍的轉變 所以說等到台積電的這個利空反應完畢 或許這個外資空單回補了比如說一兩萬口之後 嗯 嗯 可能又要來一波新的行情 是 那客家部分呢 10月零收雖然說掉378 但是他的經理設備第一季要開始出貨 是協同 加登跟遜得一條龍的解決方案 要打入像Intel日月光跟台積電的供應鏈 嗯 所以這個明年第一季的營收就會非常的好 嗯 那將迎來一個營收獲利的大爆發期 所以今天股價也是逆勢小漲 是 目前大概小漲平盤附近 嗯 然後像6151的進輪 雖然說今天盤中好像比較有賣壓 對 但拉上也是只跌個1%多了 嗯 也是一點點 對 那也是都跌不多 所以這些供應鏈其實今天大概就跌個1、2% 或者是逆勢販洪 嗯 跟台電一樣其實都已經跌不下去 是 因為台電的趨勢太過明確 美國要擴廠 台灣要擴廠 嗯 德國、日本、熊本廠都要擴嘛 對 所以持續的資本支出 那供應鏈就是一個大利多嘛 嗯 所以明明就有利多 但是短線因為這些不利的假消息跌下來 其實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個買點 是 那像2493的楊博 就是我說的楊長而去 楊長而去 2493 嗯 今天盤中最高來到115塊 是 現在尾盤還是在這附近 大概漲了5.5% 嗯 所以明確的就跌不下去就上來了 是 那明天它有玻璃機板的設備之外 而且 它有建廠工程 台積電的建廠工程的一些訂單 嗯 因為它是 啊 聖輝的孫公司 嗯 聖輝就是台積電的主要的這個 啊 這個建廠的這個合作廠商 是 所以它有一些訂單就會分給它的孫公司楊博的部分 所以明年的獲利揚長而去 股價也將揚長而去啊 嗯 今年大概賺6-7塊 明年可以賺9-10塊錢 以台電新進供應電的這本銀幣算是相當低啊 是 那另外一檔 雙無一測就是6658的這個連測喔 6658 那早上最高101漲了5%左右 那尾盤 漲幅有稍微收斂喔 嗯 那它的CORUS的這個失智層的部分喔 它也有 是 那的設備也有 那玻璃機板的設備它也有 嗯 所以明年呢 也是就是說FOP、OP跟CORUS這兩塊 它都有 也是雙題材 嗯 明年初估大概5-6塊錢 以目前股價100出頭來說的話 本銀幣也是大概十幾倍而已 是 所以這一些都是台電新進的供應 那本銀幣都相對低檔 嗯 都非常有空間 股本都小 是 這個連測才3.2億 嗯 楊博稍微大一點11.4億 是 那但是這種股本小新進的這個 這個台電供應鏈的股票 我相信未來這個到 台電的這一波的這個利空反應完畢之後 是 年底進入一個所謂的做貿行情 這些股票都會有相當 強勢的一個上漲的這個 這個行情可以期待 是 當然另外包括AI的這個供應鏈 零魯件目前也要進入一個出貨旺季 再來我也有準備一些 不錯的AI零魯件的標的 要帶大家做買進 好 歡迎大家都可以跟上 好 跟好跟緊了 好 那跟上的方式最簡單就是說 利用最難得的168年度會員 對 一年僅此一次 一年就年底 我才會推出一次 就推出這一次 然後帶大家操作一整年 從現在11月操作到明年11月份 是 這個絕對操作超級划算 費用不到6開頭而已啦 嗯 每天不到兩杯星巴克的費用 加入之後帶你一路的操作一年 順利的話就一路賺一年 哇 所以歡迎大家來加入 嗯 那來電說出我要168 或者是在鄭老師168 今天就加入達人家族成員 一起操作最強的台積鏈的供應鏈的股票 或者是AI的零組件的股票 想要操作台積鏈 一定要來找鄭老師 這個是鄭老師最能掌握的 錯過了真的就是太可惜了 還有我們一年才推出一次的 年度最大優惠168 簡直超划算的 而且是馬上加入就馬上開始賺囉 打電話進來諮詢最快 電話就在等會兒的廣告中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股市答案周日宗老師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產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